所以我覺得我最近頭髮有點黃 你可以教我怎麼洗澡,這洗髮精嗎? 可以啊,我等一下會用這個瓶子來幫你洗 這個瓶子? 對啊,要怎麼洗? 你過吧,我等一下教你怎麼洗 你們說因為它的髮量是屬於長髮 所以你的水我差不多幾到三個 那你的水幾個,你的洗髮精就要按幾個 記得水裡面要用熱水,它會比較好攪 一定要把它攪均勻喔,才不會有色塊 瓶子是有空洞的喔,所以你們在領的時候很好領 你們從髮尾這樣子戴上去 記得不要從這裡開始戴 那不然會有光圈,顏色的光圈 所以一定要這樣子下去 而你這邊上去完之後,戳一戳再戴上去 它才會均勻,所以我等一下洗一次給你們看 你們記得一定要把頭髮全部都淋絲 均勻的淋絲喔,不要乾乾的下去戳 記得把你們多餘的水分先擠掉 好,確定不會滴水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們調好的皮影子 從它的髮尾這樣子淋 再次先戳一部分 覺得很難戳的話你們也可以分一半 一樣都是先從髮尾開始淋,髮根先還沒有 好,說什麼不能從髮尾開始淋 因為髮根往往都是我們頭髮最健康的 也是調最乾淨的 所以你從髮根開始戴的話會有光圈 等於是說你髮尾會用不均勻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你的髮尾的量 先戳均勻之後再往上擺 那你如果自己在家洗 記得先把你的頭轉側面 後面一樣戳 記得一定要轉側面,養側面的感覺 不然你們如果旁邊都戳乾淨了,後面沒有戳乾淨 還是一樣一塊塊,不會很均勻 我們現在要考試三大重點還記得嗎? 還記得,拿三大 第一個,那時候髮尾帶上去 第二個,你絕對不能從髮根這樣塗上去 因為這樣這邊會有光圈 第三個,洗後面的時候要這樣側著 很好,完全正結 那我們知道在家裡怎麼洗了吧